这个龙形戒指居然会动 摇头摆尾地缠在了这个小孩手指 这枚戒指已经寻找了一千年 他叫小杰 这一次交由给心仪的女生传纸条 结果小姑娘回复的纸条被一阵风吹走了 一路狂追来到了一个破旧的仓库 看见一盏神灯 以为是阿拉登神兵 擦了擦 果真出来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叫凯奇 等待小杰已经一千年了 告诉小杰会教他魔法 等他去拿魔法书的时候 告诉小杰这里的东西不要乱碰 一般这种情节指定会去乱碰 发现一个会动的套啊 架得他赶紧扔在了地上 这一扔不要紧 从里面爬出无数只小墙 慢慢地组成一个人形 根据的大反派出现了他叫阿德 他想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杰一点教训 这时凯奇来了 一招就把这个大叔拐到了墙上 原来他俩早就认识 二人你来我往隔空遇见争夺那个套啊 最终凯奇为了保护小杰抱住阿德 一起被神秘的檀元吸了进去 直到十年以后 当初的破罐子被一位老人当成古董买回家去 十年封印的时间到了 砰的一声蹦出一个人来 阿德确认自己是第一个出来的 随即抱起罐子就扔了出去 作为主角的师傅 不可能这个时候领盒饭 离地面还有两米的时候逃了出来 顺便还换了身衣服准备去找小杰 小杰这边又起床了 长大的他早已认为当初是个幻觉 来到学校恰巧遇到转学的女神 一阵个聊原来女神根本不记得自己是谁 这次小杰想通过自己优秀的物理知识 让女神记住自己 正当小杰憧憬于女神未来的时候 阿德找到了小杰 想要找回那个套啊 小杰想起这正是十年前的阿德 吓得撒腿就跑 阿德不慌不忙地拿起了杂志 直接变出野狼追了出去 实在跑不动的小杰马上就要被狼吃掉 结果凶猛的恶狼却变成了狼仔 因为凯奇来了 急着钢铁变的神鹰 上来就定住了阿德 就走了小杰并告诉他套啊的秘密 原来一千多年前一位老魔法师有三个徒弟 他和阿德还有自己的女友大妹 他们的敌人叫莫格纳 为了抢夺一本叫复活咒的魔法书 与老魔法师打了起来 拥有了这本魔法书 就能够建立自己的亡灵军团 这时阿德背叛了他 趁机偷袭了老魔法师 凯奇也被打倒了 他的女友为了救他 把莫格纳的灵魂吸入自己体内 并让凯奇用套啊把自己封印 这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 老魔法师临终前把神龙戒指交给了凯奇 告诉他只有被戒指选中之人才能消灭莫格纳 小杰告诉凯奇他不想当什么救世主 只想做个普通人 凯奇答应他只要找回套娃 就再也不会打扰他 凭借套娃追踪器一路追到了唐人街 同时阿德回到当初的仓库 利用魔法时间穿梭 看到套娃被一个老人捡走 接着就去寻找 凯奇也找到这个老人 感觉不对的凯奇一掌把他拐到了墙上 原来这是提前到来的阿德变的 这许一个曾经被凯奇封印的武士 被阿德放了出来